全世界的人 一定都要買的 打亮泡 立刻立體度變得非常的好 這個顏色拿來遮黑眼圈 非常能遮 因為黑眼圈的顏色通常偏橘都能遮蓋住 這個我有講嗎 這個我沒講喔 還漏掉一個 嗨 好久不見的主題 愛用小物終於來了 大概合了一年多吧 然後我這次準備的東西 都是我最近的彩妝影片都會看到的 然後有一些甚至用了 有沒有五六年七八年 甚至更久了 那我們先講底妝部分 遮瑕呢就是這個三色遮瑕 都是在那種屈臣社啊 剛是美啊 就能夠買得到的 然後呢 它會附一個小棒棒 雖然很小不太好握 但其實也足夠 因為它用它的刷子呢 這樣子兩個調色 然後把這邊當作調色盤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針對一些瑕疵很精準的描 那它的好處是因為它的刷頭很小 所以你可以描得很精準 以至於就是你所有的遮瑕都是很細緻的 所以我覺得有小刷子是很有幫助的 然後這個海綿 它有另外一頭是海綿棒 海綿棒呢就是讓比較容易移位的 用壓的把它壓住 比較容易移位的我想呢 像是痘痘 或者是那種印子 你可以把它壓著 這個顏色拿來遮黑眼圈 非常能遮 因為它偏橘嘛 然後黑眼圈的顏色通常偏橘 都能遮蓋住 然後這時候你薄薄一層先校正顏色之後呢 再用這兩個顏色去調 調出適合你自己膚色的遮瑕的顏色 然後很薄 一定都要很薄 薄薄的上上去 之後 基本上你的皮膚如果沒有什麼重大瑕疵的話 這些橘布的小遮瑕 用這三個顏色都可以調好 就橘色調黑眼圈 然後其他那兩個顏色就是 混著你皮膚的不同顏色去調 基本上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搞定 然後它附的刷子也很實用 所以我非常喜歡他們家的這個遮瑕 我很多年前都推過了 它是三號的 它是開架式的 所以就是對我來講買很方便 因為相較於百貨公司呢 屈臣室啊 鋼室沒用店 會比較方便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 就是遮瑕之後我會是底妝 底妝呢我推的是這個 LAMARE的氣墊 這大概是我用過 最適合我的氣墊粉餅 然後這也不知道買了第幾個了 喔真的好好用 它保濕嗎 它也保濕 它持久嗎 它也持久 但是它有沒有超持久的意思 就是它可能24小時不脫妝不至於 但是它可能可以到8-9個小時不脫妝 這種感覺 所以overall看下來呢 它就是一個平均值偏高的氣墊粉餅 而且重點是氣墊粉餅非常容易悶悶 它在我臉上永遠不悶悶 這才是重點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都要戴口罩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去一些地方 我不只是需要蜜粉就夠了 我可能還是需要一點底妝 那我用了這個之後 悶了一整天喔 真的完全都不長痘痘 所以我到現在呢 雖然皮膚變好變健康了 但是我還是不能亂用東西 因為我之前有去試其他的東西 就我還是會悶痘 那他們家我就是不會 而且連小粉絲都不會 所以就是我什麼那麼鍾愛Lamere 就是它的各項成型都已經是偏高 偏厲害了 再加上它還不會悶出痘痘來 但是當然也是因為我上的量很少 我都是會讓膚色均勻就好 我不會真的超厚一大坨 然後一大坨來遮瑕這樣 因為我覺得遮瑕是很精緻的局部遮 我這種粉底液就是拿來 讓整張臉的氣色提亮而已這樣子 好 所以總而言之呢 買它 我是買三號 然後再來呢就是 全世界的人 一定都要買的 打亮 就以它這個價格 它打亮這個精緻度 你知道有多精緻嗎 而且我覺得它算是很不顯毛孔 但當然啦打亮打在你毛孔大地方 你刻意去打你 這勢必還是會看起來 毛孔會比較顯一點 但它已經真的算還好 你看那個臉的立體度 你都不需要用那個深色修容 你只要打亮 你的臉就是會 往前這樣彈起來 立刻立體度變得非常的好 我手的姿勢一旦多 它就會 糊掉 然後呢他們家 因為這太好用了 那個提亮效果 就要一點點 它就非常的亮 而且我到現在根本 都沒用完 而且用很久了 它的細緻度 完全不輸給BECA 我覺得最好用的是BECA 可是我覺得它根本完全不輸 然後那個價格又更便宜 那它有很多顏色 我用了之後呢 我覺得一號色是最好的 它還有像是2號是偏粉膚色的 可是我覺得那個筆 不夠亮之外 它容易顯得我皮膚黑 髒髒的這樣子 好不容易打乾淨的底妝 會變得髒髒的 但它會很乾淨 那下手也不要太重 就剛剛好 因為有時候我下手太重 我就會把它抹掉 這個很好 再來呢就是這個我非常推的 這是幾號啊 PP05 我覺得他們家啊 你可以什麼都不要買 那PP05你一定要買 是因為 他們家的這個腮紅喔 這個05呢 它其實起到的作用 並不是腮紅 我覺得比較像是打亮 跟讓臉看起來變乾淨 然後但是乾淨當中又帶有氣色感 像我今天其實整個底這邊呢 都是打這個 我今天沒有上粉底液 我今天就只有局部遮瑕跟蜜粉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上這個 但是你會覺得我這一塊算乾淨 是因為我用這個先去打底了 以後才上一點點其他顏色的三紅 其實他們家很多三紅顏色 你愛什麼選隨便你 但是這個一定要 是因為它其實真的是 讓你的臉變得很乾淨 然後很亮 然後這種事是很融入 我們這種 那種黃種人膚色的紫色 對 但是因為它太便宜了 以至於它成分 會不會不太好我不知道 但是它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ok 然後再來呢就是 登登 克蘭斯的唇油 他們出了好幾個版本 然後之前那版本 說實話我沒有那麼喜歡 是因為它這個外面很容易溢出來 然後就油膩膩的很噁心這樣子 我發現它上一版本有一些原因 我不是很喜歡 但是它這一款呢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 它的蓋子旁邊比較不會流出來 但它還是很容易隨便打開 或亂滴這樣子 我喜歡的是因為它的顏色 跟它的持久度 因為我有霧唇 那我霧唇的顏色是偏紅的 那它那個橘色 就會有點綜合掉我原本霧唇的那個紅色 不會過紅 然後可以帶有一點點橘紅感 而且這種是 它的潤是很持久的 也就是說我出門前我擦了它 我戴了口罩之後 我到了 我坐車 因為我們現在住郊區嘛 我坐車坐了好久 然後我到了目的地之後呢 我接下口罩 它還是 潤度還是有的 而且真的會變嫩 就是 它好像感覺有敷唇膜的感覺 反正這個真的還不來 然後 我看 如果我沒有霧唇的話 我會去買他們家的紅色 因為我會覺得比較顯色 但是因為我已經霧的是最紅的顏色 所以 我才用橘色去挑原本的顏色 所以你可以去 真正你自己嘴唇的顏色去調整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我發現完全沒有人問 可是我覺得明明很棒的東西 就是 他們家的 眉膠 眉毛呢 真的是不可以 過於凌亂 但是你可以故意有野生眉的感覺 可是如果是 過於凌亂 其實會很影響整個妝的質感 然後眉膠呢 它可以幫助你固定那個形狀 然後這邊還可以這樣刷順 然後可能 主要對我而言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有霧眉 所以其實變成是 毛流感 對我來講反而比較重要 而不是眉毛本身 所以我現在 眉毛 像我都用眉筆 那我都只是補空洞而已 所以我就會用它 來畫一點眉頭 但是我眉毛本身是很聽話的 所以它 主要長的位置 就是長得順順的 只是眉頭如果 我有加一點那種 野生眉的感覺 我整個妝會看起來比較時髦一點 就不會那麼呆反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眉膠也很重要 然後為什麼我喜歡他們家眉膠 因為我用過很多款眉膠 其實都 沒有什麼定型的效果 然後 當然還是有些品牌我沒用過 我不知道 那我用的眉膠的品牌 用的也不少 那部分開架式 其實都沒有什麼效果 這個是真的很不錯 好所以這就是 愛用小物 希望你們會喜歡 好給你們看一下我今天的妝 這是延續上一支彩妝的妝容 這是用這個畫出來的 這個我有講嗎 這個我沒講 還漏掉一個 這個 這個眼影呢 必買 好不好 如果你不會買眼影的人呢 你買這款就對了 它叫BR1號 為什麼呢 這個顏色呢 我是看一個雜誌推薦的 那我再去買一個 它呢 就是一個非常符合 黃皮膚 調出來的眼影 它這個 拿來打 整個眼睛的層次 打底 你看我那裡彩妝示範 就知道了 然後再來這個呢 畫在雙眼皮折內 然後這個我比較少用 這個我幾乎沒什麼在用 因為我打亮 我就會用 這一支 這個打亮盤 來畫臥彈的打亮 所以我不會用這個來打亮 然後這個呢 就畫在眼尾 一點點 加深眼睛的那個 深邃感 或是那種 小小微煙燻的感覺 然後它的顏色真的好自然喔 就是 你不會覺得 你的妝好重 可是你有感覺到妝的感覺 就是 這個顏色好像你買來去試就對了 你去那個開架室去摸一摸 然後那個顏色你就覺得 哇 那他們家的粉本來就很細 所以這也不用特別去說了 他們家粉又細 然後重點是 是這一款的顏色 真的很實用 其他顏色我覺得就 嗯 就這個顏色最實用 OK 好 然後我今天的妝呢 就是延續上一支 彩妝影片的妝 只是整個再淡一點 因為我下午要帶小孩出去玩 好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愛用小巫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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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